如果假設配合男士會給善養費 男士逃老不給或者賴帳 行不行嗎 行不行 應該說發生經常有 我不會說行不行 借了錢不還行不行 很難用這樣的定義來講 但經常有 但法律上有些機制 是幫助原本應該拿到善養費的 我當是女方 如果針對這些 與婚姻關係有關的善養費命令 如果負責要給那方 不給的話 另外那方可以去法庭申請 按照原本要給那方 我當是男方 要解話 要解釋為什麼不給 你有什麼狀況 如果沒有合理解釋的話 有機會是藐視法庭 藐視法庭是可以坐牢的 即是法庭判了你不做 那你就藐視法庭了 沒有合理解釋